当地时间12月20日星期二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开盘走高 主要是受到苹果公司独家报道称 其正在计划汽车和电池生产 以及新冠经济刺激方案获批的支撑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时下跌16.25点 0.05%至30200.20点 标普500指数开盘上涨3.16点 涨幅0.09%报3698.0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上涨42.70点 涨幅0.34%报12785.22点